台达集团推动绿色设计不遗余力 11月底邀请从摇篮到摇篮的作者 Michael Branga先生 连续在上海五江举办了两场 中国绿色经济论坛 让循环经济的概念在中国深根发芽 对当地的产观学发挥影响力 Michael Branga教授也利用这段期间 专程走访台达电子的五江厂 及台北总公司 看看世界级的电子业 如何推动环保节能爱地球 郑成华董事长特地带领Michael Branga教授 参观五江厂的生产线 SMT自动化生产线 同时参观台达在五江的重金属实验室 这是台达2001年所设立的 重金属及毒物性质检验实验室 也是第一家获得中国大陆 国家实验室认可委员会 所合可的国家级标准实验室 12月初 Michael Branga教授特地前来台达 位于台北的企业总部 于真先生 技术长梁荣昌先生 企业本部研发中心 形态钢博士面对面沟通交流 Michael Branga教授 对于郑先生关心环保议题 超过30年印象深刻 他对于台达的生产营运规模 在捷径能源 节能产品领域的研发布局 更是赞誉有加 更是赞誉有加 我应该是赞誉有加 对于同学地的研发布